歡迎收看 近集的台灣 我是明君 帶您來看 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在新北市永和 有一間飄香 四十多年的老店 這裡專賣慈禧太后 愛吃的宮廷料理 道口燒雞 雞肉經過了八道工序 滷過再手撕拌料 蒜香跟多汁的雞肉 讓人意猶未盡 其實這滋味呢 是從河南來台灣的吉媽媽 年過八旬的她 原本打算把店收了 但還好老店命運出現了轉機 才得以讓好味道 繼續的傳承下去 街邊不到五坪大的小店面 在夜晚透著溫暖黃光 窄窄的入口擠著滿滿人潮 讓他們引頸期盼的 就是這整支乳的透徹 表皮帶著焦糖色的 有人燒雞 我們出池溪太后 她逃難到河南 發現這一道道口燒雞 怎麼那麼的好吃 她就把這道菜命名 就是把它引進黃宮內 就變黃宮的佳肴 稱為道口燒雞 燒雞不用刀子切 而是順著肉的纖維用手撕 去骨留下純粹的鮮嫩雞肉 加進蒜頭 辣椒 香菜 跟獨門秘方的側條醬汁 充分攪拌入味 就是最道地的道口燒雞 入口先帶點微微嗆辣 接著是滷汁本身的香味 巧妙在嘴裡融合 讓人挺不下筷子 這裡不只傳統口味 還能嘗到另一種創新吃法 另外總是吃涼拌會加小黃瓜 清香料 蒜頭 辣椒 香菜 都是客製化 你可以加或不加都可以 專門客製化調整 涼拌醬汁口味大不同 嚐起來酸酸辣辣 屈骨雞肉軟嫩順口 吸飽醬汁味道更有層次 配上小黃瓜清脆的口感 吃起來格外清爽 是不少女生最愛的一味 非常好吃 它的醬汁很獨特又很美味 然後有肉 有菜 如果是女生的話 我覺得已經可以 就是超過一餐的份量了 很飽足 第一次來吃以後 沒有燒雞的口感的味道 我就覺得香味 就一直在我的嘴巴 就一直嗡嗡嗡不掉 就是很喜歡這個香味 其實我住這裡有一點距離 我都會專程來這邊買個回去吃 做出讓人念念不忘的美味 是嫌隙的老闆娘陳貝珍 全程靠自己一雙手拼出來 年紀不大 但做起事來很實在 雖然店面中午才開門 不過每天早上起床 它的第一個行程 就是七點半 準時到市場報到 阿姨 早安 早 我想要拿雞 好 你的雞當然準備好了 我雞說的 今天的雞很漂亮 回到廚房 把剛買好的雞肉清洗乾淨 還要特調有八角 枸杞 當歸等十五種獨門藥材 把雞肉醃得入味 天氣 溫度 跟每批雞肉的肉質 都會影響煮出來的口感 全程都要仔細盯著 直到肉的表面 呈現完美琥珀色 一隻隻滾燙出爐的燒雞 就是店裡最受歡迎的選項 這道地的好味道 是陳貝甄從年過八旬 從河南來到台灣的吉媽媽手裡 一點一滴傳承下來的 我年紀慢慢大毛 大了八十幾歲也很累 那那個 他剛好他有興趣 那我們就好了就給他 就把全部那個料怎麼樣 就交給他 這個孩子真的很認真 比我兒子還認真 過去的陳貝甄 是美食餐廳辣梅店員 沒有廚房那場經驗 全從基本功開始 由吉媽媽手把手帶著他學 面對接棒傳承的艱辛 縱然壓力再大 他也不敢告訴家人 這一腔熱血的決定 因為一定會被罵 對 他們就說去當上班族就好啦 臨時薪水 至少每個月都有錢賺 何必以來做這種 高風險的工作呢 然後因為每天都累得跟狗一樣 搞不好狗還比我幸福一點 真的 現在一生好手藝 但當年剛接班的陳貝甄 只接受了吉媽媽 三個星期的魔鬼訓練 就要自己開始製作 管店 生意一下子掉了大半 想起這段過往 還是忍不住有些哽咽 覺得我做的東西這麼難吃嘛 都沒有人要來買嘛 對 然後就會覺得有點失落 我不是那樣學的嘛 躺著的時候在想事情 想起來就哭了 那可能哭到那種睡著那種 就隔天人家繼續努力這樣 我口罩拿下來不行耶 不會啊 美的不行耶 它現在味道不錯了 給貝甄85分有啦 不能說現在還百分百啦 85分以上啦 所以我職人啊 這兩個字我在他身上 一直都看得到 想要繼續傳承他那種職人的手法 苦盡甘來受到的肯定 那感動滋味 就像嚐起來會回甘的美味 雞爪跟鴨翅 滷出焦糖般的色澤 看起來油油亮亮 入口鹹香誘人 讓人忍不住一支接著一支 限量隱藏般美味的炸醬麵 自製的醬料口感濃郁 裡頭有肉末 豆干跟些許小黃瓜絲 讓人食慾大開 滷味150然後半隻雞300 要450 我覺得是值得我沒有後悔 希望我可以將這個味道 繼續越做越好 然後讓越多人知道 那有任何的指教 我也不會去排斥 只會讓自己更靜靜 心裡的感覺應該有算成長吧 然後感覺比較沉穩一點 不會那麼地浮動浮躁 樂觀 堅持 就像是陳貝甄的代名詞 幾年的時光淬煉 跨越不同世代的傳承 讓溫暖的美味持續飄香